你们七天就住在一起啊 不租不租 谢谢你 年前呢 我刚刚找人装修过 采光也挺不错的 房子真的挺不错的 价钱也合适 我男朋友应该会喜欢的 你是情侣租房啊 那你谈恋爱谈多久了 一个星期 你们七天就住在一起啊 不租不租 好好好 谢谢你 请走去 为什么不租啊 你这种啊 我是最最不想租的 这合租简直就是一地鸡毛 你内衣裤乱扔 他看得下去啊 他用过的马桶 你刷了会没有怨言 看吧 你就刷一次别 之前的租客啊 也是一对情侣 这个女孩子睡觉打呼噜 一个月就退租了 我们一人一监住 而且我不打呼噜的 永远分居啊 我可不相信 对不对 在没有和别人住之前 谁都不知道 谁都不知道自己会打呼噜的呀 你男朋友人呢 他今天有点忙 忙 小姑娘 你还是太年轻了 看房子那么大的事 怎么能不来呢 一定是临阵退缩了 你那个房子怎么样了 别提了 灰姐 生日快乐 来 越来越漂亮 少喝一点啊 那我先回去 怎么样了 要租那个房子呢 要租那个房子呢 不仅要压二复三 还得向房东阿姨 证明我们两个情笔金尖 怎么那么喜欢那个房子 我喜欢那个小院子 我就想说 在那个院子里面 种点花花草草 再摆一个摇椅 这样的话 夏天就可以在外面喝茶那样 感觉 这么一个小窝 我觉得 在外面不管遇到多大的烦心事 只要一回家 安心 你是也想给萧尚齐 那么一块安心的地儿吧 不过我比较同意房东阿姨的说法了 跟她住和跟我们住是不一样的 咱们是朋友 只要不碰触到大家的生活底线就可以了 但是情侣是需要深度磨合的 多 好 这下彻底死心了 房子坐出去了 算了 你就当是给自己一个思考的时间 你好好想清楚 你要不要拿彼此的缺点 去挑战对方的神经 你不问问我 为什么完了呢 不是小鹏来了吗 还不会来一天啊 忙 小姑娘 你还是太年轻了 看房子那么大的事 她怎么能不来呢 一定是临阵退缩了 谈恋爱不就是要给对方多一点空间吗 老随的事你也没问我啊 我没问那是因为我早就知道 你的心里只有我 是 小长齐 有些事情我要提前跟你说一下 我呢平时掉头发 你有可能会在枕头上 沙发上 衣服上 电脑上发现头发丝 也有很大的机率我可能会睡觉 打呼摸牙 你想说什么 我就是想说 其实 搬家也不是件小事 你完全可以考虑清楚了以后再说的 就是决定的不要那么草率嘛 草率吗 爱情这种东西嘛 在朝夕相处里 有可能几天时间就没了 本来想得天天秘秘 结果变成了一地鸡毛 好 这不是亏大了吧 你哪儿听来的歪理啊 我的意思就是 我理解你的林真退缩 我不理解 我也不退缩 我把房子做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迟到的原因 你之前这么兴奋给我发了这么多照片 然后聊着聊着却没信了 我后来就去问了中介 他说你对那套房子特别满意 所以我就签了合同 找人收拾了一下 你随时都可以拎包入住 你是 怎么通过田阿姨那关的 田阿姨 你说房东啊 是吗 阿姨啊 您不是不足情侣吗 你看小伙子长得多帅呀 他生活中肯定不会邋遢的 他一定会把我的房子维护得特别好 再说了 人家一千就是三年的租月 多有诚意啊 谢谢您的信任 什么 什么要求都没有 这阿姨也太没原则了吧 之前还跟我怎么说来着 一个人不能只看外表 一个外表精致的男人 有可能会到家里面臭袜子乱飞 我保证啊 我每天都换袜子 而且我自己洗 不是那个意思啊 晓然 咱们互相了解彼此 不会发生那种问题 要不这样 我们约法三章 每天规定我做家务 十二点前我必须回家 如果做不到的话 那我就跪榴莲 然后每天晚上我陪你看一部电影 再或者 好了 我要好好想想怎么装饰我们的小家 我要在院子里面种很多很多的花草草 我要买一块特别好看的地毯 我还要买很多好看的杯子来装饰墙面 看完什么 好 没问题 但是我想 我们俩尽快搬过去 好 这两天我出去住 你去哪儿啊 你住哪儿啊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走吧 走吧 都走吧 都走了 哥们亲亲 隋 都走了 我去哪儿啊 看我这儿 我这都行吗 我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了 我去哪儿了 你去哪儿了 我去哪儿呢 我去哪儿呢 我去哪儿 小董 小葛主播的房间都已经布置好了 按您之前说的 他的喜好和习惯 我都注意了 是他会喜欢的风格吗 包他满意 那他什么时候搬过来 需要你帮忙啊 没事 剩下的我来吧 你们先回去吧 好 好 来呀 等会儿了 我可能暂时搬不了家了 新家住的习惯吗 没住 还得季风 你什么时候搬过来 你再给我点时间嘛 现在李辉和老随 两个人弄得不开心 我总不能放着不管吧 而且李辉这几天都不回家住了 都跟那个唐妍挤在录音棚里面 那这几天 就你和隋明慧两个人 不是你想的那样 老隋每天晚上回来得可晚了 第二天中午才起 要不是台里面有事情 我们两个基本见不着面 哪也是单独住在一起 你还笑 好 我跟他见面的时间 肯定没有见你的多啦 你们这依依不舍的场景 可真像那个 大学之后女人宿舍楼门口 把你时间消失 闻你时间要到 好 你不是半夜才回来吗 偶 偶然 嗯 好了 你快走啦 行 好了 来吧 想上期真是成熟了 我还以为她会跟上来呢 违反同学条例了啊 谁的条例啊 你不觉得 没了 没了某些强迫症 整理皮肤啊 咱们家舒适度提升了不少啊 老隋 你快看 你快回来了